大部分人以为,银在自然界中是银色的,而实际上它是像木炭一样的灰色,并且世界上80%的银开采出来都被用在了工业上,其中就包括了电子零件和建筑业。 那么银是如何开采以及提炼的呢? 首先地质学家要用泥通光谱枪来侦测银元素的含量。 在确认富含银矿的位置后,矿工开始用打孔机钻洞,接着插入准备好的炸药。 在爆破之后,要用矿车将矿石碎块运送到地面,接下来矿石要通过三台压碎机进行处理。 首先铲车会将矿石送进第一台压碎机,机器的巨大钢尺会将大块矿石压碎成较小的石块,再用铲车将小石块推进格栅下面的第二台压碎机,将它压成更小的石块,然后再通过第三台震动的圆锥状压碎机,在这里它们会被压成大小只有6毫米的碎矿石。 接着通过传送带,将这些碎矿石送进球磨机中。 当球磨机的大型圆筒运转时,里面的钢球会将矿石磨成粉,再通过水循环系统将充满银的粉末从圆筒内冲洗出来,并流进这个巨大的沉淀池内。 工业会在里面倒入酸性溶液,来分离和溶解粉末里面的金属。 三天后,矿石废弃物会沉到水底,而含有溶解银的溶液,则会流入涂满含新的化学涂料的压铝机。 目的是为了吸附银分子,当溶液通过的时候,过滤网困住含有银的粒子,形成一层含有银的黑色粉末。 工人将它们产下来,在这些沉淀物中,大约含有50%的银和50%的各类金属,以及其他杂质,为了将它们分离。 工人首先将沉淀物放进烤炉中,风干几个小时,在风干的这段时间里,还要对沉淀物采样,来测试它的银含量等级。 等级标明了每公斤矿石的各种含银量,要想经营一个能获利的矿场,关键就是要产出在一定范围内等级一致的银。 先将样本加热到1100摄氏度,烧掉所有的杂质。 燃烧过后所剩的就是银以及其他金属,包括铅、铅、铜、锡和隔。 在给它们涂上一种防止银燃烧的化学溶解后,继续放进烤炉加热一个小时,取出样本。 算出银含量的等级,检测等级一致后,工人就会将风干好的沉淀物和防止炎燃烧的化学物质一起送进提炼炉中。 四个小时后,银跟其他杂质金属分离并融化。 工人将它们倒入条状的模具内,因为银比较重,因此会沉到最下面,再将漂浮在上面的杂质去掉。 等银彻底冷却后,再把银条倒出来。 这些提炼出来的银条里面,成分是93%到97%的纯银,所以矿业公司会把它卖给精炼厂。 精炼厂将它们进一步存放后,再卖给各个工业公司。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下期还想看什么的制造过程,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